没可能嫁给她 不会 没想都没想一秒钟 真的我都说过 我说我都把她当女人 她都把我当男人 你说怎么能合得在一起 你怎么能当着一个 当着一位女士 能说出那么狠心的话呢 2003年 女歌手杨卫玲花 被广州最大的唱片公司 孔雀唱片选招 公司老板杨言 签约后将清晋资源 把她打造成女版刀狼 玲花对此自然是心动的 但她没有一口答应下来 因为孔雀唱片 不打算签约她的搭档曾毅 曾毅得知后深感失落 却不愿意耽误玲花的前程 她说 无论你怎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隔天 玲花就跑去找唱片公司老板 她斩钉截铁地表示 我们是一个组合 你要签就我俩一起签 我自己是不可能签的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2004年 孔雀唱片以组合的方式 签下了他们两个人 此时谁也不知道 这个组合会在多年后 火遍全中国 甚至走出国门 扬民海外 1980年 杨卫玲花出生在内蒙古 草原长大的姑娘 从小就爱骑马放羊 能歌善舞 玲花上学时 去艺术学院专门学习了舞蹈 毕业后 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只能回老家干销售 玲花至不在此 很快就辞掉了这份工作 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 她在17岁那年 孤身远赴深圳 大城市固然机会多 但玲花出来乍到 一时间也找不到忠意的工作 偶然间 她看到了金色时代歌舞厅的招聘信息 想着试一试也不吃亏 就跑去面试了 在歌舞厅接待玲花的 是个年纪与她相仿的青年男子 名叫曾毅 曾毅第一眼就相中了玲花 觉得这姑娘嗓子响亮 胆大豪爽 是吃这碗饭的人 玲花则觉得 是燃了一头黄发 穿那种迷彩裤 这个男的长得真丑 真丑 入职后 玲花才知道 曾毅只比她大一岁 在歌舞厅担任音乐总监 同时负责编排舞蹈 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歌舞厅有规定 迟到是要扣钱的 员工的日常考勤 由曾毅负责 玲花平时 没少被她扣工资 有一次 玲花因为看世界杯 错过了上班时间 直接被扣了500块钱 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 所以玲花就跑去找曾毅理论 我一天没上班 凭什么扣三天的钱 那是不是我明天后天 都不用来了 就这样 两人不打不相识 渐渐的也成了朋友 老板见他们配合默契 干脆让他们搞了个组合 一起登台演出 1999年5月 玲花 曾毅以及另一个叫张杰的歌舞厅员工 成立了发神经组合 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靠谱 玲花却很喜欢 她说 我们刚形成组合 如果不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怕大家记不住 可惜的是 张杰在2000年宣布退出 这个组合还没有闯出名头 就被迫解散了 在那之后 玲花和曾毅依然搭档演出 他们为自己的组合起名叫酷火 寓意男的酷帅 女的火辣 为了贴合这个响亮的名号 玲花烫了非主流爆炸头 每天化浓妆 曾毅则顶着光头 戴着墨镜 装酷半转 在一段时间的努力下 酷火组合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 而他们也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 2003年 SARS病毒肆虐 音乐人何沐阳 创作了抗击非典的歌曲《勇气》 这首歌需要展现出力量与张力 男歌手方面问题不大 但很多女歌手的声音都偏软 不符合要求 偶然间 何沐阳听到了玲花 在电视晚会上的演唱 虽然只有一句词 却深深的吸引了她 何沐阳当即立断 马上就和玲花取得了联系 邀请她来唱《勇气》 这次的合作很愉快 何沐阳之后 还专门去看了玲花和曾毅的现场演出 觉得他们很有发展潜力 正好何沐阳手上 还有创作好的《月亮之上》 于是他们有了第二次合作 凭借朗朗善口的歌词 独具特色的电子音乐和Rap元素 《月亮之上》 成为酷火组合的代表作 在广东和深圳等地 打响了知名度 2004年 酷火组合签约孔雀唱片 签约后 公司老板送他们参加CCTV清歌赛的选拔 希望他们能一战成名 他们确实闯进了总决赛 玲花也信心满满 觉得自己肯定能拿前三名 可惜的是 他们只拿了第七名 决赛败北 让他们灰心丧气 最终还是何沐阳的一番话 点醒了他们 何沐阳说 你们这团伙 就像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千万不能放弃 你们不是喜欢玩传奇吗 干脆就叫凤凰传奇吧 在何沐阳的鼓励下 酷火组合重新出发 改名为凤凰传奇 虽然下定了决心 但凤凰传奇 还是过了一段苦日子 因为输掉比赛 他们得不到公司的资源清洗 只能靠跑伤眼维持生计 而演出费 还得被公司抽走大头 这也就导致他们入不敷出 经常要借钱过日子 2005年 凤凰传奇 再度战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 这一次他们获得了年度亚军 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知名度 2006年 属于凤凰传奇的时代来临 他们的月亮之上 在中国移动的首次彩铃广告招标中 一战成名 创下了7900万次下载的惊人成绩 是当年华语乐团 彩铃下载榜单的Top1 当月亮之上传上至大街小巷时 凤凰传奇收获了名和力 也面临着新的危机 一项成熟稳重的曾毅 出现了心态上的偏差 他找不到自己在组合里的定位 总觉得自己是凌花的附庸品 曾毅知道 最终听面卖了一个词语 我把它总结叫 我是被签约 我搭档是签约 是叫买一正义 而近两年 随着凤凰传奇名气的增大 曾毅的存在感却越来越弱 提起这个组合 观众首先想到的就是凌花 曾毅甚至都没混个脸熟 粉丝记不住他的名字 只叫他欧夜歌 因为这是他在歌曲里 唱的最多的词 为了打破这种尴尬 曾毅不得不做出改变 曾毅希望公司 能多给他几句歌词 而不是一直让他唱那些 单调而重复的内容 但公司觉得 他们二人目前的分工很合理 无需做出调整 万般无奈之下 曾毅给自己配备了三件套 光头 墨镜 手套 光头是标新立异 找存在感 墨镜是遮住眼睛 保留神秘感 手套则是为了看起来 更酷更帅 曾毅的挣扎与痛苦 都被林花看在眼里 但他也只能服从公司的安排 他安慰曾毅 你千万不要泄气 你要忍 我相信总有一天 公司会看到你的实力 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 凤凰传奇的歌 火了一首又一首 曾毅却始终都被定死 在说唱的位置上 得不到展示自己的机会 好在他的内心 已经很强大了 他告诉自己 我有我的不可取代 努力和坚持下去 总能找到出路 时间来到2011年 凤凰传奇已经红遍大江南北 成为春晚常客 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 他们的感情生活也有了改变 3月16日 林花低调结婚 新郎是套幕网音乐主编 徐明朝 婚礼上 曾毅当众哭红了眼 他对此的解释是 一时接受不了 没想到搭档身边 占了别人 同年11月20日 曾毅也举办了婚礼 新娘是位叫李娜的新疆姑娘 曾毅大婚之日 林花把自己灌醉 最后还是老公徐明朝 背着回去的 从初次相识 到各自结婚 他们一起走过了十余年 十余年间 同甘共苦 相互拉扯的前行 这其中的感情 外人难以窥探 曾几何时 就连曾毅的爸爸也觉得 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他们还为各自成家时 有一年 曾毅邀请林花 去自己家里吃饭 本来只是朋友间的拜会 却为曾爸爸误以为 是带女朋友回家 曾爸爸直接在饭桌上 问他们谈了多久的恋爱 眼见着曾毅不知所措 林花只能开玩笑死的说 我们家财力很高的收入 我妈说 没有六百万 不嫁呦 虽然只是一次乌龙事件 但也证明 他们的关系很亲近 正因为如此 很多人都在好奇 2013年 凤凰传奇 做客鲁豫有约 期间 林花被问及 虽然相处多年 算得上比亲人还值得信任 比恋人更加磨叽 但林花和曾毅都很清楚 他们两人只适合做朋友 不适合做夫妻 林花虽然看起来大大咧咧 但她的内心 依然住着一个小姑娘 需要被人关心 渴望有人嘘寒问暖 林花的老公徐明朝 就是这样的人 他体贴顾家 能更好地照顾林花 曾毅其实是一个 事业心很强的人 早年在歌舞厅上班时 就没日没夜地排练 经常只睡四个多小时 林花和曾毅都属于 需要被照顾的一类人 他们如果成为夫妻 只会经常爆发矛盾 把大家弄得都很疲惫 比凤凰传奇 晚几年出道的九月奇迹 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们从队友变成夫妻 结果没几年就离婚了 这也从侧面证明 林花和曾毅各自成家 似乎能让他们的组合 走得更远